外国人特别喜欢这些东西 他看了以后他眼睛一亮 然后就拍帮我姐妈先生 我能请你喝啥 从来没进过这么精美的东西 您这个搬了两次家 换了三个单位 就是为了躲他 就为了弄他 他就一直痴痴的要想得到这些东西 这个人他说实在话 如果他是大陆人 我肯定愿意管他 他当时出嫁多少 因为他真的 他当时出嫁是1500万 1500万 你没有想过这1500万 你拿到你更方便搬家吗 这个应该拿个 做个建物藏就要把它藏起 我告诉你 要为他修计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堆杀了 躲在那个 喉堂里面 所以把这个 活一盖 做这个盖 这个九湖 三系九湖 因为到永乐是第三代 那么你就认为他是永乐皇帝专给玉用的一个甜白柚的一个脱胎的一把小壶 而且有款 对 那这很珍贵了 你自己认为他能值多少钱呢 我刚才讲了 六百年常常了 不能用钱的很量 对 我们从气形上看 目前永乐还没有这样的造型 不管是丹山柚啊 或者青花啊 什么都没有的这个造型 对 而且你这个时候驻江苔的 那这种工艺在永乐没有的 在那个景德镇档案馆找到这个档案了 就是永乐以后这个制作的工艺和这个原材料已经试穿了 这个植壶没有瓣 没法 这个水也没酒 这不好用出 不容用出道 无边于使用 对 从气形上分析 它不是永乐的 从胎和幼 你这个幼子很死板 类似影轻了 这个不符合明代白佑的特点 这个款受淘的 确实还没有发现 这个款式也是自己杜撰的 依照的 这东西是个现在的依照品 现在没有人专家看到我 没见过 他说的我不是很辛苦 他怎么说的 你怎么说的 他说是现在的 假的 是不是现在的 我不知道 我没听清楚 因为我还背 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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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后悔的东西一千万里 你没有也卖给他 我不会悔 我一点就不怕 这是08年从亚德拍卖行 你多少钱拍的 16万8 16万 这个人叫边寿民 属于扬州画派 一生主要的题材就是卢燕 他在卢尾档里头 搭着个小草棚子 每天观察卢燕的非明时速 然后把各种姿态的卢燕 全部描摹下来 这应该说是一个写生的 写实的 功力很深的这么一个画家 这件作品呢 写着雍正款 计算起来呢 应该是边寿民的早期 所以他自己的本款呢 还是用他的原名边围棋 这个时候画的卢燕呢 还稚嫩一点 从形体上来说呢 小巧一些 这件东西确实是真迹 遗憾的是呢 品项略微差了一点 现在这张画的市场价位 大约多少 您买的十几万肯定不贵 大体上这种东西呢 如果在市场再投放的话 肯定品您这个价格会高 二十几万三十来万也有机 所以也是收藏好东西